变形记 三 作者弗朗茨·卡夫卡 一者李文俊 朗读者有意 直到伯木时分 格里高尔才从沉睡中苏醒过来 这与其说是沉睡 还不如说是昏厥 其实再过一会儿他自己也会醒的 因为他觉得睡得很长久 已经睡够了 可是他仍然觉得仿佛有一阵急走的脚步声 和轻轻观上通向前厅房门的声音 惊醒了他 街上的电灯 在天花板和家具的上半部 投下一重淡淡的光运 可是在低处他躺着的地方 却是一片漆黑 他缓慢而笨拙地试了试他的触角 只是到了这时 他才初次学会运用这个器官 接着便向门口爬去 想知道那儿发生了什么事 他觉得有一条长长地崩得紧紧的不舒服的伤疤 他的两排腿事实上只能瘸着走了 而且有一条细小的腿在早晨的事件里受了重伤 现在毫无用处地脱在身后 仅仅坏了一条腿 这倒真是个奇迹啊 他来到门边 这才发现把他吸引过来的事实上是什么 食物的香味 因为那儿放了一只盆子 盛满了甜牛奶 上面还扶着切碎的白面包 他险些要高兴地笑出声来 因为他现在比早晨更加饿了 他立刻把头浸到牛奶里去 几乎把眼睛也浸没了 可是很快他又失望地缩了回来 他发现不仅吃东西很困难 因为柔软的左侧受了伤 他要全身抽搐着配合着 才能把食物吃到口中 而且他也不喜欢牛奶了 虽然牛奶一直是他喜爱的饮料 他妹妹准是因此才给他准备的 事实上 他几乎总是怀着厌恶的心情 把头从盆子边上扭开 爬回到房间中央去了 他从门缝里看到起居室的煤气灯 已经点亮了 在平日到这个时候 他父亲总要大声地 把晚报读给母亲听 有时也读给妹妹听 可是现在却没有丝毫生息 也许是父亲心近抛弃 大声读报的习惯了吧 他妹妹在谈话和写信中 常常提到这件事 可是到处都是那么寂静 虽然家里显然不是没有人 我们这一家日子 过得多么平静啊 格里高尔自言自语道 他一动不动地盯视着黑暗 心里感到很自豪 因为他能够让他的父亲和妹妹 在这样一套挺好的房间里 过着蛮不错的日子 可是如果这一切的平静 舒适和满足 都要令人恐怖地告一结束 那该怎么办呢 为了使自己不置陷入这样的思想 格里高尔活动起来了 他在房间里不断地爬来爬去 在这个漫长的夜晚 有一次一边的门打开了一道缝 但马上又关上了 后来另一边的门也发生了这样的事 显然是有人打算进来 但是又犹豫不决 格里高尔现在紧紧地 扶在起居室的门边 打算劝那个愁愁的人进来 至少也想知道那个人是谁 可是门再也没有开过 他白白地等待着 清晨那会儿门锁着 他们全都想进来 可是如今他打开了一扇门 另一扇门显然白天也是开着的 可又谁都不进来了 甚至连钥匙都插到外面去了 一直到深夜起居室的煤气灯才熄灭 格里高尔很容易就推想到 他的父母和妹妹久久清醒地坐在那儿 因为他清晰地听见他们捏手捏脚走开的声音 没有人会来看他了 至少天亮以前是不会了 这是肯定的 因此他有充裕的时间从容不迫地考虑 他该怎样重新安排生活 可是他匍匐在地板上的这间高大空旷的房间 使他充满一种不可言喻的恐惧 虽然这就是他自己住了五年的房间 他自己还不大清楚是怎么回事 就已经毫不害臊地积极钻到沙发底下去了 他马上就感到这儿非常舒服 虽然他的背稍有点被压住 他的头也抬不起来 他唯一感到遗憾的是身子太宽 不能整个藏进沙发底下 他在那里待了整整一夜 一部分时间消磨在假妹上 腹中的饥饿时时刻刻地使他惊醒 而另一部分时间里 他一直沉浸在担忧和渺茫的希望中 但他想来想去总是只有一个结论 那就是目前他必须静静地躺着 用忍耐和极度的体谅来协助家庭 克服他在目前的情况下 必然会给他们造成的不方便 佛小时分其实还简直是夜里 格里高二就有机会考验 他的新决心是否坚定了 因为他的妹妹衣服还没有完全穿好 就打开了通往客厅的门 表情紧张地向里面张望 他没有立刻看见他 可是一等到他 看到他躲在沙发底下 说到究竟他总得待在什么地方 他又不能飞走 是不是啊 他大吃一惊 不由自主地就把门 碰得重新关上了 可是仿佛是后悔自己方才的举动似的 他马上又打开了门 踮起脚尖走了进来 似乎他来看望的是一个重病人 甚至是陌生人 格里高二把头探出沙发的边缘 看着他 他会不会注意到 他并非因为不饿 而流的牛奶没喝呢 他会不会拿别的 更适合他的口味的东西来呢 除非他自动注意到这一层 他情愿挨饿 也不愿唤起他的注意 虽然他有一股强烈的愿望 想从沙发底下冲出来 浮在他的脚下 求他拿点食物来 可是妹妹马上就注意到了 他很惊讶 发现除了泼了些出来以外 盆子还是满满的 他立刻把盆子端了起来 虽然不是直接用手 而是用手里拿着的布 把盆子端走了 格里高二好奇地要命 想知道他会换些什么来 而且还做了种种猜测 然而心地善良的妹妹 实际上所做的 却是他怎么也想想不到的 为了弄清楚他的嗜好 他给他带来了许多种食物 全都放在一张旧报纸上 这里有不新鲜的 半腐烂的蔬菜 有昨天晚饭剩下的肉骨头 上面还蒙着已经 变稠硬结的白酱油 还有些葡萄干和杏仁 一块两天前 格里高二准会说吃不得的乳酪 一块沉面包 一块抹了黄油的面包 一块撒了盐的黄油面包 除了这一切 他又放下那只盆子 往里面倒了些清水 这盆子显然算是他专用的了 他考虑得非常周到 生怕格里高二不愿当他的面吃东西 所以马上就退了出去 甚至还锁上了门 让他明白 他可以安心地随意进食 格里高二所有的腿 都嗖得向食物奔过去 而他的伤口 也准是已经完全愈合了 因为他并没有感到不方便 这使他颇为吃惊 也令他回忆起一个月以前 他用刀稍稍割伤了一根手指 直到前天还觉得疼痛 难道现在我感觉迟钝了些了不成 他想 接着便对着乳酪狼吞虎咽起来 在所有的食物里 这一种立刻强烈地吸引了他 他眼中含着满意的泪水 逐意地把乳酪蔬菜和酱油都吃掉 可是新鲜的食物却一点 也不给他以好感 他甚至都忍受不了那种气味 事实上他是把可吃的东西都 叼到远一点的地方去吃的 他吃饱了正懒洋洋地躺在原处 这时他妹妹慢慢地转动钥匙 仿佛是给他一个暗示 让他退走 他立刻惊醒过来 虽然他差不多睡着了 就急急地重新钻到沙发底下去了 可是藏在沙发底下需要相当的自我克制力量 即使只是妹妹在房间里这短短的片刻 因为这顿饱餐使他的身子有些膨胀 他只觉得地方狭窄 连呼吸也很困难 他因为透不过气 眼珠也略略地鼓了起来 他望着没有觉察任何情况的妹妹 在用扫帚扫去 不光是他吃上的食物 甚至也包括他根本没碰的那些食物 仿佛这些东西现在根本没人要了 扫完后又急急地全都倒进了一只桶里 把木盖盖上就提走了 他刚扭过身 格里高尔就打沙发底下爬出来 舒展身子 呼吱呼吱地喘了几口气 格里高尔就是这样由他妹妹喂养着 一次在清晨他父母和食女还睡着的时候 另一次是在他们吃过午饭 他父母睡午觉 而妹妹把食女打发出去随便干点杂事的时候 他们当然不会存心叫他挨饿 不过也许是他们除了听妹妹说一声以外 对于他吃东西的情形根本不忍心知道吧 也许是他妹妹也想让他们尽量少操心吧 因为眼下他们心里已经够烦的了 至于第一天上午大夫和索将是用什么借口打发走的 格里高尔就永远不得而知了 因为他说的话人家既然听不懂 他们甚至连他妹妹在内就不会想到他能听懂大家的话 所以每逢妹妹来到他的房间里 他听到他不时发出的几声叹息 和向圣者做的鱼鱼祈祷也就满足了 后来他对这种情形略微有点习惯了 当然完全习惯是绝对不可能的 这时他肩货也会让格里高尔冷耳听到这样好心的 或者可以做这样理解的话 嗯他喜欢今天的饭食 要是格里高尔把东西吃得一干二净 他也会这样说 但是近来下面的情形越来越多了 他总是有点忧郁地说 又是什么都没吃 虽然格里高尔无法直接得到任何消息 他却从隔壁房间里偷听到一些 只要听到一点点声音 他就急忙跑到那个房间的门后 把整个身子贴在门上 特别是在头几天 几乎没有什么谈话 不牵涉到他 即便是悄悄话 整整两天一到吃饭的时候 全家人就商量该怎么办 就是不再吃饭的时候 也老是谈这个题目 那阵子家里至少总有两个人 因为谁也不愿意孤单单地留在家里 至于全都出去 那更是不可想象的事 就在第一天 女仆她对这件事到底知道几分 还不太清楚 来到母亲面前 跪下来哀求让她辞退工作 当她一刻钟之后离开时 居然眼泪盈眶感激不尽 仿佛得到了什么大恩典似的 而且谁也没有逼她 她就立下重视 说这件事她一个字 也永远不对外人说 女仆一走 妹妹就得帮着母亲做饭了 事实这事也并不太麻烦 因为事实上大家都简直不吃什么 格里高尔常常听到 家里一个人白费气力的 劝另一个人多吃一些 可是回答总不外事 谢谢我吃不下 或是诸如此类的话 现在甚至连酒也没人喝了 她妹妹总是一次又一次地 问父亲要不要喝啤酒 并且好心好意地说 要亲自去买 她见父亲没有回答 便建议让开门的女人去买 免得父亲觉得过意不去 这时父亲断然地说一个不字 大家就再也不提这事了 静雅思听 好声音不寂寞 在头几天里 格里高尔的父亲便向母亲和妹妹 解释了家庭的经济现状和远景 她常常从桌子旁边站起来 去取一些文件和账目 这都放在一只小小的保险箱里 这是五年前她在公司破产时保存下来的 她打开那把复杂的锁 稀稀疏疏地取出纸张 又重新锁伤的声音 都一一听得清清楚楚 她父亲的叙述是格里高尔幽近以来 所听到的第一个愉快的消息 她本来还以为父亲的买卖 什么也没有留下呢 至少父亲没有说过相反的话 当然她也没有直接问过 那时格里高尔唯一的愿望 就是竭尽全力 让家里人尽快忘掉 父亲事业崩溃 使全家论语绝望的那场大灾难 所以她以不寻常的热情投入工作 很快就不再是个小办事员 而成为一个旅行推销员 赚钱的机会当然更多 她的成功马上就转化为 亮黄黄圆滚滚的硬币 好让她当着惊诧 而又快乐的一家人的面 放在桌子上 那真是美好的时刻呀 这种时刻以后 就没有再出现过 至少是再也没有那种光荣感了 虽然后来格里高尔挣的钱 已经够维持一家的生活 事实上家庭也的确是她在负担 大家都习惯了 不论是家里人还是格里高尔 收钱的人固然很感激 给的人也很乐意 可是再也没有那种特殊的温暖感觉了 只有妹妹和她最亲近 她心里有个秘密的计划 想让她明年进音乐学院 她跟她不一样 爱好音乐 小提琴拉得很动人 进音乐学院费用当然不会小 这笔钱一定得另行设法筹措 她逗留在家的短暂时期 音乐学院这一话题 在她和妹妹之间经常提起 不过他们总是把她当作一个 永远无法实现的美梦 只要听到关于这件事的天真议论 她的父母就感到沮丧 然而格力高尔已经痛下决心 准备在圣诞节之夜 隆重地宣布这件事 这就是她贴紧门站着 倾听时涌进脑海的一些想法 这在目前当然都是毫无意义地空想了 有时她实在疲倦了 便不再倾听 而是懒懒地把头靠在门上 不过总是立即又得抬起来 因为她弄出的最轻微的声音 隔壁都听得见 谈话也因此完全停顿下来 她现在又在干什么呢 片刻之后她父亲会这样问 而且显然把头转向了门 这以后被打断的谈话 才会逐渐地恢复 由于她父亲很久没有接触 经济方面的事 她母亲也总是不能一下子就弄清楚 所以她父亲老是一遍又一遍地反复解释 是格力高尔了解了非常详细 她的家庭虽然破产 却有一笔投资保存了下来 款字当然很小 而且因为红利没有动用 钱数还有些增加 另外格力高尔每个月给的家用 她自己只留下几个零用钱 完全没有花掉 所以到如今也积攒了一笔小数目 格力高尔在门背后拼命地点头 为这种她没料到的节约和谨慎而高兴 当然了 本来她也可以用这些多余的款子 把父亲欠老板的债再还掉些 使自己可以少替老板卖几天命 可是无疑还是父亲的做法更为妥当 不过如果光是靠利息维持家用 这笔钱还远远不够 这项款子可以使他们生活一年 至多两年不能再多了 这笔钱根本就不能动用 要留着以备不时之需 日常的生活费用得另行设法 他父亲身体虽然还算健壮 但已经老了 他已经五年没做事 也很难期望他能有什么作为了 在他劳累的却从未成功过的一生里 他还是第一次过安逸的日子 在这五年里他发胖了 连行动都不方便了 而格里高尔的老母亲患有气喘病 在家里走动都很困难 隔一间就得躺在打开的窗户边的沙发上 喘得气都透不过来 又怎能叫他去挣钱养家呢 妹妹还只是个17岁的孩子 她的生活直到现在为止还是一片欢乐 关心的只是怎样穿得漂亮些 睡个懒觉 在家务上帮帮忙 出去找些不太花钱的娱乐 此外最重要的就是拉小提琴 又怎能叫他去给自己挣面包呢 只要话题转到挣钱养家的问题 最初格里高尔总是放开了门 扑倒在门旁冰凉的皮沙发上 羞愧和焦虑的心中如焚 他往往躺在沙发上通夜不眠 一连好几个小时在皮面上蹭来蹭去 他有时也集中全身力量 将扶手椅推到窗前 然后爬上窗台 身体靠着椅子 把头贴在玻璃窗上 他显然是企图回忆过去 临床眺望时所感到的那种自由 因为事实上 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 稍稍远一些的东西 他就看不清了 从前他常常诅咒接对面的医院 因为他老是逼迫在他眼前面 可是如今他却看不见了 倘若他不知道自己住在虽然僻静 却完全是市区的下落地街 他真要以为自己的窗子外面 是灰色的天空与灰色的土地 浑然成为一体的荒漠世界了 他那细心的妹妹只看见 扶手椅两回都靠在窗前就明白了 此后他每次打扫房间 总把椅子推回到窗前 甚至还让里面那层窗子开着 如果他能开口说话 感激妹妹为他所做的一切 他也许还能多少忍受她的怜悯 可现在他却受不住 他工作中不太愉快的那些方面 他显然想尽量避免 日子一天天过去 他的确逐渐达到了目的 可是格里高尔也渐渐地越来越明白了 他走进房间的样子就使他痛苦 他一进房间就冲到窗前 连房门也顾不上关 虽然他往往总是小心翼翼 不让别人看到格里高尔的房间 他仿佛快窒息了 用双手匆匆地推开窗子 甚至在严寒中 也要当风站着做深呼吸 他这种吵闹急促的步子 一天总有两次 使得格里高尔心神不定 在这段时间里 他都得蹲在沙发底下打着哆嗦 他很清楚 他和他待在一起时 若是不打开窗户 也还能忍受 他是绝对不会如此打扰他的 有一次大概是在 格里高尔变形一个月以后 其实这时他已经没有理由 见到他在吃惊了 他比平时进来的早了一些 发现他正在一动不动地 向着窗外眺望 所以模样更像妖魔了 要是他光是不进来 格里高尔倒也不会感到意外 因为既然他在窗口 他当然不能立刻开窗 可是他不仅退出去 而且仿佛是大吃一惊似的 跳了回去 而且还砰的关上了门 陌生人还以为 他是故意等在那儿 要扑过去咬他呢 格里高尔当然立刻 就躲到了沙发底下 可是他一直等到中午 他才重新进来 看上去比平时 更显得坠坠不安 这使他明白 妹妹看到他 依旧感到那么恶心 而且以后也势必一直如此 他看到他身体的一小部分 露出沙发底下而不逃走 该是做出了多大的努力呀 为了使他不至如此 有一天他花了四个小时的劳动 把背用一张背单拖到沙发上 扑得使他可以完全遮住自己的身体 这样即使他弯下身子 也不会看到他了 如果他认为背单放在那儿 根本没有必要 他当然会把它拿走 因为格力高尔这样把自己遮住 又蒙上自然不会舒服 可是他并没有拿走背单 当格力高尔小心翼翼地 用头把背单拱起一些 看他怎样对待新情况的时候 他仿佛看到妹妹眼睛里 闪出了一丝感激的光芒 感谢观看 费帅 感谢观看